最后的硝烟,袁绍之死 关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又在次年,即公元201年4月进军苍廷 将苍廷一带的袁绍首军全部驱逐到了黄河一辈 袁曹双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化合而至 关渡之败,虽然大幅削弱了袁绍的实力,打击了袁军兵将的士气 但袁强操弱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袁绍损失了士卒八万,但家底却并没有打光 地盘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依然是占地最大的诸侯 在人口上也要明显多于曹操 袁绍在短时间内仍然可以再整合出一支10到20万人的部队 袁绍在回到冀州后,陆续平定了各地一些小规模的叛乱 稳定了形势,袁曹双方皆如势均力敌 谁也退不掉谁的对峙阶段 如果没有发生重大转机,这样的对号可能会持续很久 虽然曹操凭借迅速恢复的中原经济和掌控天子的政治优势 很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想要在10年内吞并袁绍集团,统一中国北方是基本不可能的 甚至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实现 可就在这时,上天给了曹操最慷慨的一次馈赠 公元202年6月28日,10年50岁左右的袁绍在夜城病死 袁绍的突然去世,让这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急转之下 就此彻底失去了悬念 袁绍时政宽和,爱惜民生 在世子百姓们的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他死后,河北百姓们如丧考彼,无步痛哭流涕 更致命的危机来自袁氏集团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 袁绍一死,他的三个儿子全部无能掌控局面 只能被裹挟着成为各派系之间互相倾压的筹码 不但给了曹操各个击破的机会 也最终将袁氏集团拖入了分崩离析的深渊 袁绍外表英俊而有气度 带人恭敬而宽厚,很有将世子人才聚拢在身边的人格魅力 这也导致了袁绍对这种前呼后拥 白鸟嘲讽般的名望更加在意 而往往忽略了人才本身的实用价值 比如对田丰和巨兽 袁绍更看重的是他们在河北市林中的影响力 而不是智谋 你们的意见跟我想的差不多,我就采纳 如果相差甚远,那不好意思 说泡了大天也没用 袁绍的自信总是这样盲目且与生俱来 愚蠢又光彩幻发 袁绍有三个儿子 长子袁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 长子袁潭和幼子袁尚 都是袁绍的正妻刘氏所生 袁潭作为长子,战功也最多 本来最有资格做继承人 但刘氏却偏爱小儿子袁尚 篡脱着袁绍将袁潭过继给了他早亡的哥哥园基 刘氏这个人嫉妒心很强 袁绍刚去世还没下葬 刘氏和袁尚母子就将袁绍的五个宠妾全部杀死 还剔去他们的头发 将墨汁抹在脸上 以防止袁绍在九泉之下与他们相会 袁绍把袁潭派到青州做刺史 把袁熙封为幽州刺史 外省高干为并州刺史 而单单把袁尚留在身边 明白着是想把家业留给小儿子 如果袁绍真下定了决心 早早向手下的文臣将领们表明心意 颁布诏书 从法理上确认袁尚的继承人地位 局面也未必会闹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但袁绍的性格多谋少绝 优如寡断 直到临死前也没有正式表态 早在数年之前 居首就曾宣袁绍不要搞分封 说这是取货之道 但袁绍不停 结果袁绍一死 两派人立马开启了互掐模式 其中心平和郭图拥立袁谈 而庞绍和沈佩则拥立袁尚 其余诸将也是要么急于战队 参与争斗 要么心灰意冷 无所失从 公元202年7月 沈佩和庞绍等人伪造袁绍诏 假托袁绍一命 在夜城拥戴袁绍绍继位 此时袁绍正从青州赶来奔丧的路上 一场兄弟之间骨肉香残的大戏正在上演 当年袁绍和袁绍兄弟二人 就互相诋毁 频繁攻发 让实力本来十分弱小的曹操 减了大便宜 现在袁氏家族 又把这种兄弟不和的基因 遗传给了后代 这正是曹操最爱的剧情 此时他正集结兵马 随时准备渡河北上 用手中的屠刀 给袁绍和袁绍这两位主演点赞 最后的硝烟 困兽之斗 公元202年7月 袁绍在庞继和沈佩等人的拥护下 正式继承了袁绍的官决 领大将军 纪州墓 叶侯 袁绍赶到叶城后 见袁绍已经即位 心中愤愤不平 于是自称车纪将军 袁绍随后派袁统兵黎阳 黎阳是纪州的门户 位置非常重要 但袁绍却仅拨给了 哥哥少量的兵马 袁绍向袁绍请求增兵 袁绍非但不准 还派庞继前来监军 袁绍一怒之下 便将庞继斩杀 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 更加不可调和 同年九月 曹操趁机率兵北上 攻打黎阳 袁绍战败后 俱成接手 并再次向袁绍请求援兵 袁绍知道黎阳的重要性 但又怕袁绍得到兵马后 不再归还 于是便留下审配 把守叶城 而自己则亲率大军前来援救 当时男匈奴的护处权铲鱼 在平阳反叛 曹操令镇守长安的 私立校尾忠尧 率兵包围平阳 但却久攻不下 为了牵制曹军 袁绍将忠尧的外省郭元 封为河东太守 让郭元和并州刺史高干 同时联合割据关中的 马腾和韩绥 一起加攻忠尧 郭元和高干 在到达河东郡后 随即北上 一路势如破竹 功无不克 却在禁制将议时 遭到将议县令 甲葵的顽强阻击 就在城池即将被攻破时 将议百姓为避免被屠城 选择主动投降 但前提是不能杀甲葵 郭元在入城后随即反悔 下令将甲葵就地处死 将议的百姓们 听到消息后 都站在城上高喊 我们宁愿同死 哭喊声响彻云霄 连郭元手下的将领们 也被感动 纷纷为甲葵求情 郭元无可奈何 只得下令暂时将其关押 甲葵随后在 看守的帮助下逃出升天 甲葵在将议的坚守 拖延了郭元等人的 行军速度 给忠瑶赢得了 宝贵的调度时间 忠瑶了解外省郭元 轻敌而又争强好胜的性格 随率军驻扎在分河对岸 准备趁其过河时 半渡而击 同时派新丰县令张继 和扶风太守扶干 去游说马腾 在他们的劝说下 马腾不但放弃了 反叛的想法 还派儿子马超 摔一万多兵马 前去帮助忠瑶 马超骁勇 西凉兵的作战风格 又甚为凶悍 他们的加入 对曹军能取得 西线战场的最终胜利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郭元在到达平阳后 果然轻易下令渡河 众人纷纷劝阻 但郭元不听 结果还没有渡到河中央 忠瑶便指挥全军 发动了攻击 当时剑如雨下 马超却冲在最前面 导致自己的脚部 中箭受伤 马超忍痛将箭拔出 用布条随便一裹 就继续冲锋 终于大破敌军 马超部下的勇将郭元 庞德更是亲手将郭元斩杀 呼出全铲于投降 高干则率残军 退回并州 战斗结束后 众人都不知道 敌军主将已死 纷纷猜测郭元的去向 庞德也不认识郭元 回到军中后 把腰带上挂着的 一颗头颅取下 说你们看看这个事吗 经过中瑶辨认 才知道正是郭元的人头 中瑶随后抱头大哭 庞德向中瑶赔罪 中瑶回答 郭元虽是我的外甥 但终究是国贼 将军又何必赔罪呢 捷报传来 曹操大喜 封庞德为中郎将 都庭侯 拜马腾为征南将军 韩隋为征锡将军 封马超为徐州刺史 但马超却拒绝富人 曹军在西县大获全胜后 东县的形势也日渐明朗 因为袁潭和袁上这两块料 加在一块也不是曹操的对手 公元203年3月 黎阳被攻陷 袁潭和袁上退往夜城 曹操率兵随后追击 正当曹操想一鼓作气攻克夜城时 国家却力排众议 建议退兵 他认为袁潭和袁上素来不和 又势力相当 各述党羽 如果此时强攻 就会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拘敌 如果暂时退兵 在郭图这些人的挑唆之下 两人很快就会闹翻 等到那时在掉头北上 便可一举平定河北 曹操采纳了郭家的计策 收割了夜城附近的麦田后 退回许都 事实证明 郭家的策略确实是最有选择 他能抢先抓住要害 看透事情本质 一眼洞穿人心 不愧为三国第一心理咨询师 而曹操在高歌猛进 临近大功告成之时 还能不骄不躁 冷静地采纳这种隔岸关火之际 其实更加难得 即使曹操本人的谋略 不逊于同时代的任何人 我们在翻阅史书时 还是很少看到 诸如曹操不听 曹操不纳 此类的字眼 而袁上呢 战前还在考虑取胜后 袁谈会不会归还他兵马的问题 不滑稽吗 在这样虚心 沉稳 而又高水平的对手面前 再厚的家底 再多的兵马 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的硝烟 狂澜寄倒 公元203年5月 曹操留假信镇守黎阳 而自己则领兵回到许都 8月曹操以郭家之计 做出南下进攻刘表的姿态 引袁氏兄弟内斗 当曹军行进到西平时 果然收到了袁谈和袁上开战的消息 原来曹军在夜城撤走之后 袁谈以追击曹军为由 向袁上请求更换军士们破旧的铠甲 袁上怕哥哥借机反叛 因此不同意追击 更不同意为其更换铠甲 此时郭途和新平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他们对袁谈说 当年袁绍之所以把您过忌出去 就是听了沈沛的挑唆 袁谈听后大怒 随率本部兵马攻打袁上 两军在夜城城门外展开激战 袁谈兵少很快战败 仓皇逃往南皮 袁谈本来在青州很有势力 可这一连串的败仗 严重影响了他的声威 眼见袁谈在与袁上的争斗中 渐渐处于下风 青州各地人心思动 袁谈的部将刘巡 率先在踏阴起兵 青州各郡县纷纷响应 东来太守管统 抛弃妻儿赶来之园 青州别价王兄 劝袁谈不要听信谗言 应果断诸杀像郭图这样的小人 修复与袁上的兄弟感情 但袁谈听不进去 荆州目刘表 也不愿意看到袁氏集团这么快垮掉 让曹操失去制衡 于是分别给袁谈和袁上写信 劝他们不要求扩张 只要兄弟齐心 将现有地盘经营好 曹操就没有吞并河北的机会 但对于刘表的忠告 两人却都置之不理 很快袁上大举进攻南皮 袁谈再次被击败 只能逃往平原 袁上率兵追击 将平原城重重围困 走投无路之际 袁谈只得派新平的弟弟新皮为使者 向曹操求援 但没想到 新皮早已看透了这不成器的兄弟俩 他对曹操说 袁谈和袁上二人连年征战 互相攻伐 百姓们都深受气苦 又赶上天灾 饥荒临头 国库空虚 别说军粮不足 就连士兵们的铠甲里都生了狮子 这样的部队能有战斗力吗 现在您如果趁机攻打叶城 袁上不回事救援 则叶城必迫 如果袁上回军 袁谈就会追袭其后路 这样一来两下加攻 以您的声威 河北之地不是唾手可得吗 曹操大喜 即刻掉投北上 于同年十月再次禁止离阳 袁上听说后 慌忙从平原撤回叶城 为了拉拢袁谈 防止兄弟二人重归于好 曹操答应与袁谈联姻 让儿子曹整 娶袁谈的女儿为妻 并正式表袁谈为庆舟此事 但袁谈归附曹操只是权宜之计 并非出自真心 当时驻扎在东平的援军将领 与祥和吕旷 宣布脱离袁上 归顺曹操 袁谈却暗中意图招想他们 为自己所用 公元204年2月 袁上留下苏游和沈佩守夜城 自己则亲率大军再次攻打平原 袁上的智商真让人捉急 眼下曹军大兵压境 夜城危待 袁上作为河北之主 不去想方释法 化解与袁谈的矛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抵于外敌 反而还要忙里抽闲 再去攻打袁谈 果然比起曹操 袁上最恨的 还是自己的亲哥哥 在与曹操交战的所有对手里 袁上很可能是最低能的一个 我甚至怀疑 原本用兵如神的曹操 在统一河北之后 与孙刘交战连连吃鞭 可能也与跟袁上这样的 臭气搂子对异 导致的水平下滑有关系 袁上离开后 夜城守将苏游 打算县城投降 但因计划泄漏 只得潜出城外 投奔了曹操 同年4月 曹军禁敌夜城 曹操留下曹洪都军攻城 而自己则带兵先在茅城 击败了袁上的部将尹凯 又在邯郸 击败了居寿的儿子居胡 易阳县令韩犯 和涉县县长梁齐 举城投降 游荡在西部山区的 黑山军首领张燕 也派来使者 表示归顺 袁氏家族在冀州的统治 开始全面崩塌 袁绍性格敦厚 政令宽和 讨厌严刑俊法 对待下属优荣有加 因而在他的之下 不但百姓们生活富庶 冀州的士人和官员们 也大都颇有家财 袁绍这种宽松的时政理念 固然不利于治军征战 但却很得人心 当年袁坛攻略青州时 当地的百姓们 纷纷翘手以待 每当援军取胜 大家都会奔走相高 发自内心的感到信息 盼望着能接受 袁氏家族的统治 而如今 冀州和青州各地 郡县接连反叛 大批倒戈 距离袁绍去世 才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其雄厚的统治基础 便已被袁二代们挥霍殆尽 不知道九泉之下的袁绍 若见此情景 会做何感想 伴随着曹军激昂的骨脚 袁氏家族的辉煌 已成昨日黄花 在夜城血色的黄昏下 慢慢凋零 最后的硝烟 夜夏之围 虽然周边的郡县 大部分都已归属了曹操 但唯独夜城迟迟不能攻破 作为袁氏家族的大本营 夜城城高强厚 坚固异常 负责守城的审配 又性格刚烈 难以招降 为了破城 曹军是上驻土山 下挖地道 中间驾云梯 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 但仍旧不能奏效 沈佩的部将冯礼 密谋县城投降 他命人偷偷打开了夜城的一个小门 三百多名曹军 瞬间涌进城内 但这一行为 却被沈佩及时发现 他命军士们 将提前准备好的大石头 从城墙上推下 小门被彻底封闭 进城的三百多曹军 也全部战死 公元204年5月 曹军在城外开刀壕沟 引张水灌入 城内与外界的联系 被完全断绝 同年七月 还在攻打平原的袁上 率万余兵马 回誓救援夜城 为了与城内的守军取得联系 袁上派主部礼服设法进城 于是礼服便冒充曹军的督战特使 仅带着三名骑兵 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夜城南门 到达之后 礼服大喊大叫 沈佩听出了礼服的声音 命城头上的守军放下绳子 把礼服三人吊了上去 见到礼服 沈佩悲喜交加 连声高呼万岁 守城将士向曹操汇报 曹操笑着说 这是个人才啊 看着吧 这个人既然能进去 就有办法出来 礼服知道再假冒曹军 肯定没戏了 就请沈佩将部分老弱放出去 以节省粮食 沈佩挑选出数千名老弱 让他们手持白旗 趁着夜色 从三个城门一起出去 向曹操投降 礼服又带领着那三个骑兵 也打扮成老弱的样子 混在人群中 从容离去 很快 袁上的大军到达 距夜城石器里的杨平亭 沈佩也率军出城 驻扎在城北 准备与袁上内外夹击 冲破曹军的包围 见此情形 曹操命前军榨本营盘 先率领后军 猛攻人少的沈佩 沈佩抵挡不住 只得退回城内 随后 曹操又集合全军 攻击袁上 经过一番激战 袁上也被打败 退到张水沿岸扎营 曹操随即率军 试图包围袁上 袁上知道自己 不是曹操的对手 于是派殷奎和陈林 来向曹操请降 但却被曹操破天荒地拒绝了 之前的徐荣 吕布 张秀 袁树 刘备 再加上袁绍 每个对手都曾让曹操头疼不已 打了一辈子高水平比赛 突然对上袁上这样的八流选手 曹操似乎意犹未尽 见曹操不纳 袁上连夜逃走 率残兵逃往南口 曹操紧随其后 再次包围了袁上 袁上的部将马延 张乙等人临阵投降 至此 袁上的大军完全溃散 袁上奋力杀出重围 逃往中山 曹操俊俘获了袁上的全部资重 得到袁上的应授 曹操命人拿去给叶城的守军看 守军们顿时心态崩溃 审配大声鼓励将士们坚守 并趁曹操出营巡视时 埋伏强弩射击 差一点就射中曹操 从五月到八月 此时叶城已被足足围困了三个月之久 城内粮食断绝 饿死了超过一半的人口 当时审配的侄子沈荣 担任东门校尉 公元204年8月2日 沈荣打开城门 放曹操大军入城 叶城陷落 当时沈配站在角楼上 正好看见了曹军入城的这一幕 知道已是无力回天 于是命人紧急去往城内的牢房中 将关押在此的新平一家 全部处死 沈配被活捉后 押到曹操面前 始终极言正色 怒骂不止 曹操钦佩其忠意 起初不想杀他 但新平的弟弟新皮 却在一旁为各个全家的死 而豪哭不已 曹操无奈 只得下令将沈配处杀 袁熙的妻子珍氏 出身于冀州的世家大族 无极珍氏 以温柔娴淑 才貌双全 闻名天下 袁熙被封为幽州此时后 珍氏便留在夜城 伺候婆婆刘夫人 曹操向来有收集人妻的癖好 进入夜城 处理完要紧的军务后 便令人召见珍氏 左右禀告说 曹丕早就去了 原来八月二日夜 沈荣放曹军进城后 猴急的曹丕便率兵 静止向袁府奔来 珍氏当时害怕的 把头扶在了刘夫人的膝上 刘夫人这种女人 为了保命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袁谭 都能背地里使绊子 更别说树出的袁夕 和这么一个八杆子 打不着的儿媳妇了 看到曹丕那双绿油油的眼睛 刘夫人一下子 便明白了她的心意 面对这样一个 不但可以活命 甚至还能继续享受 荣华富贵的机会 早就修成了人精的刘夫人 怎么可能错过 她用手 拖着真实的下巴 强行抬起了儿媳妇的头 请曹公子慢慢欣赏 说的难听点 应该叫厌货 曹丕一见 果然自容秀丽 美貌绝伦 历史缠了抓耳脑塞 当夜便把这锅生米 煮成了熟饭 曹丕得知后 郑氏将真氏赐予曹丕为妻 这一年曹丕十八岁 真氏二十二岁 后来曹丕果然善待了袁绍的家属 不但将军事们 抢掠袁家的金银财宝退还 还赏赐了很多财物 按时发放生活费用 刘夫人得保富贵终生 几日后 曹丕亲自到袁绍的坟前祭祀 一边部署继续追缴园 谈袁绍这几个大侄子 一边对着袁绍的墓碑 追忆往昔 剃泪横流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从这一年起 曹操将自己的大本营 迁到了叶城 手下低系的武将和谋臣们 也全部北迁 许昌作为东汉的都城 只保留了现地的居所和部分官吏 一年后 即公元205年 曹操上表归还了 眼周墓的印寿 改任纪周墓 原始的老巢叶城 也自此成为中国北方 政令和军令的发布中心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